15岁女孩三年前骑车撞上宝马 当时宝马车主看孩子年纪太小 便主动包揽责任不要赔偿 然而三年后孩子刚刚成年 就收到了一张法院传票 要求孩子对三年前的事故承担责任 对此母亲王女士难以接受 当时对方明明说好 不需要孩子承担任何责任 如今却突然翻脸不认人 再次让孩子卷入这场风波 这样的做法已经给孩子留下了深深阴影 为了彻底解决此事 王女士便联系上了宝马车主 而车主赵女士得知此事 也显得一脸蒙圈 因为起诉孩子的并不是她 当初我们俩一起去的交警大队 对啊 对啊 你也跟交警 不知道怎么办呢 因为我外郎 当时是我哥去 我哥说 反正与宝贴车大阶队 据赵女士所述 她是个十分奖信用的人 既然当初说不需要孩子赔偿 她一定会说到做到 可既然这样的话 又是谁将孩子告上法庭的呢 为此赵女士突然想起 在事故发生后 她打算让保险公司赔偿 可保险公司却以交警的事故认定书为准 当时认定书写的是孩子权责 所以赔偿应该有孩子承担 而不是让保险公司承担 为此赵女士曾起诉过保险公司 结果以赵女士胜诉而告终 或许是保险公司咽不下这口气 便等到孩子成年之日 将孩子起诉到了法院 为什么会起诉一下保险公司呢 那四个钱你们小孩不理我 我肯定会要起诉我的保险公司了 为此赵女士便联系上了保险公司 但对方的态度却令人倍感恼火